除了死刑部分之外 要来关心一下 在这个民营党 是不是出现 网内对打的情形 好 这位是谁 是卫福部长邱太元 他来次报 在这个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的 悬术年会上爆料了 自己来爆料 说有一次呢 我卫福部跟环境部 一起召开了一个很大的活动 说要净零减叹 那个下午 总统就打电话骂他了 骂的是谁呢 环境部长彭启明 说你弄了这么大条 医院有这么多资源 做这件事情吗 想办法让医院医疗院所 有办法来做这件事情 现在大家就来看 是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往内护打吗 那么在这边下午改口了 说总统不会骂人啦 致电鼓励性质比较多 但是还是有念一下 要环境部协助减叹 自己呢跟彭启明是好朋友 无沟通不良 那彭启明本人就说确实有致电关心 那么总统是看到各大医院电费高 没有别的经费再来实行 皆能减叹 所以打断给我 我不认为是有责难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邱太元强调说 内阁团队的施政效率 却好心切 无关所谓的负面批评 同时也没有要炒作的意义 那联合新闻网做出了这样的报道 表示邱太元不顾行政伦理 与其告预状不如来帮助医院减叹 这集话呢 显露邱太元不顾行政伦理的次大作风 还暴露了对医疗院所深度减叹的无知 如果期待这样的卫福部 有敬临永续的思维 无疑是原木求鱼 这行为很像什么呢 小学生跟老师来告状 告同学状 那么同学被处罚了 真真自喜 现在是不是以老大自居 把环境部场看成了小弟来羞辱 环团也批评 卫福部谢责放话 有助国家敬临往前走吗 探费应该优先使用在公正转型 还有就是看不出 探费不入医疗具体的规划 好 现在这个来爆料 总统致电骂彭启明 虽然是这个有改口啦 但是现在直接让大家说 你在告欲状吗 梁耀军 我觉得彭启明真的是 这个人家打你一巴掌 你现在不敢讲说 我被打了一巴掌 还说没有没有 那不是阿卧 他只是抚摸我而已 我觉得彭启明 你现在这情而易干 所有人都听得出来 难道现在还有任何的悬念 就是说是总统没有骂你吗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 我们的总统到底是什么总统 我们国家的法治 按理说总统这个 跟行政院长区分责任来讲的话 总统使管两岸外交跟国防三个 那其他内政部分来讲的话 像这环境保护或医疗这些东西 应该是行政院长的工作 行政院长责任 那你现在不就是总统 证明你总统自己亲自 等于说太上皇 自己把这个行政院长 当作一个淫污者只是一个皮影戏摆在前面 当你的傀儡 然后在那边听你指挥 事实上都是总统自己一个人 这个赖清德自己一个人在下面指挥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 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一个宪政体制 你总统不应该直接去指挥这些部长 这是第一个我的认为 这个如果说是今天是这个国安的事情 或两岸或者是外交 你总统出来 我们已经分工分得很清楚嘛 那现在来讲从这件事情到现在 我们没有看到总统出来讲任何话 那你是不是就认同这件事情 第二个我觉得既然你总统 有这么大权利来讲的话 你既然直接要指挥各部会的首长 那你就应该接受监督嘛 那我们国家来讲那你就应该监督 你就应该到立法院去背询嘛 你不能说有权无责 对我只负责去指挥 我只负责去这个说弄 然后我不愿意到立法院去做这个背询 去做任何说明 这是第二个 我觉得说总统来讲的话 他等于说是一个太上皇的一个角色 然后凸显出来 行政院院长卓庸泰的无能 已经没有办法 第三个 这个反映出来是什么问题呢 是整个行政院内部里面 自己在那边往内互打 那你这个就是谁 我觉得卫福部长邱太元就是扣谁 台湾号我们讲扣谁 就是因为邱太元他也是这个医疗出身的嘛 我们知道赖信德本身也是医生出身的 所以同一个体系 同一个体系 之前我相信他们应该就已经很熟了 有一些交情 对有交情 所以在这种有交情之下 我就是有交情 我交情就是比你这个彭启明 跟总统交情要深 当初彭启明跟你虽然说有些交情 但是我跟他关系比较好 我就跟总统告预状 然后就总统打电话来修理你 这第二个我们看出来就是整个 行政院团队里面的一个 不是一个合作 不是一个分工很好 而是互相弄 借着说是我谁跟总统的关系比较近 谁就能够有权有势 这是我看到的第三个 第四个 我觉得这个邱太元这时候是很明显的是什么 是在甩锅 因为你这个减碳的工作本来就是应该要 以卫福部本来就应该配合的环境部来做减碳的工作 当然我们知道说一个医院里面要达到减碳 确实是有它的困难在 因为医院里面为了救人 我们到医院里面都知道 有时候它这个仪器设备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这种用电 包括它要保持恒温 对 这你不能省 这不能省 比如说是你那个像现在来讲的话 像这个我们讲加纳走廊 很多最后到最后 它还是要医院里面还是要保持它有必须的一个能源 它必须要供电 你不能开刀开一半说没电了 你也不能说是这个病房里面 有些细菌的培养或干嘛 你必须要在这种低温之下 或者很多的电脑移讯 你必须要低 要再控制它适当的温度 所以我们知道医院本身 你要这个做到减碳 确实是有它困难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可是是不是完全就没有办法呢 我觉得你卫福部部长邱太元 那你必须要负义责任了 你有些东西你可以做的 我尽量去做 我全力去做 当然我没有办法说减碳减到零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说有些工作 你比如说医院里面 你这个绿能的建筑 尽量能够低温 或者是建筑旁边盖一些树 或盖一些什么来遮挡阳光 或者是说采用这个通风的设备 能够尽量减少冷气的使用 我觉得这东西来讲 你应该尽量去做 那你应该配合环境部 环境部的人现在来讲 他不是光对你卫福部要求你节能减碳 而是对这个最大的单位叫经济部 经济部来讲要发电 那这个排散量更大了 我们现在来讲各个发电厂 排散量一定是更大 对不对 那其他的各部会交通部来讲 各部会都应该要配合环境部 那当然环境部你既然彭锦铭你当了这个部长 你要给其他的部会做一些这个经验 或者技术上或科技上面给他们一些指导 给他们一些方向 但是我觉得各部会来讲的话 都应该自己应该有这相关方面的学能跟尝试 怎么样让我这个排散量能够减低降低 因为现在来讲 尔后的社会尔后的全球来讲 这个节能减碳是全球一个共识 所以我觉得各部都应该这样来做 那如果所谓这件事情 你这个卫福部你自己做不到 你根本就不去做 然后你只会做一件事情 就向总统告欲状 然后来修理环境部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丢人 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政策怎么这样 你行政院的体制何在 你到底是谁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来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整个行政院来讲的话 各部会只会靠这种告欲状 只会靠这 谁跟谁的这个总统的关系比较好 谁就有这个权势 谁就有权去指挥谁 我觉得让我们看到 是一个分裂的行政院 是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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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